您听说过拉帮套吗?这是旧社会的一种婚姻陋习。 简单来说,就是丈夫身患重病,不能抚养妻事,赡养老人。 妻子在找一个男人担负全家生活,也包括夫妻生活,现今这种陋习早已绝迹。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长白山林区,伐木工人在进行伐木作业时,巨大的松树突然倒下。 大山为了救土地们,自己却被砸成重伤,导致瘫痪。 对此,土地们都非常担心师父,到了半夜都不肯离去,其实就是舍不得漂亮的师娘云凤就此手挂。 特别是大宝那色眯眯的眼神,一直盯着云凤看,这让大山的腰更疼了。 于是,云凤就想去镇上请个大夫,这时,徒弟黑塔就以天黑为由,想和师娘一起去, 却直接遭到了大山的阻拦,随后就打发两个徒弟去请大夫。 结果两年过去了,大山的腿依然没有治好,只是家里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 穷极无奈的大山只能向徒弟黑塔求救,他想用拉帮套的方法让黑塔进门。 可心地善良的黑塔却不想答应,毕竟大山还是自己的师父,怎么能和师娘住在一起? 只是不这么做,大山只有死路一条,并且现在隔三差五,就有流氓上门骚扰云凤。 几个流氓无言会语,就把云凤团团围住。 这家里要是没个强壮的男人还真是不行,多亏黑塔在这出手相救,要不然云凤又要振洁不保。 黑塔心疼云凤每天都要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,为了云凤,他决定留下来。 大山为此也松了一口气,毕竟以后的日子有了沼落,他还让云凤今晚就和黑塔圆房。 云凤还特意书写打扮了一番,期待那美好的时刻。 他画上了红色小棉袄,铺好了被褥,然后吹灭了蜡烛,主动脱下衣服钻进被窝,等待着黑塔的到来。 当他们靠近的那一刻,顿时让黑塔心跳加快,两个人刚要进入主题,大山就特意咳嗽个没完,这让黑塔不得不离开。 云凤想挽留,但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 隔天,他们三个人同桌吃饭时,黑塔却感到十分尴尬,他低着头,吃完饭就上山砍柴。 黑塔刚走,大山就问云凤,昨天晚上没发生关系吧?气得云凤直抱怨,让也是你,不让也是你。 到了中午,云凤上山给黑塔送饭,两个人都吐露了心声,其实他们对彼此很有好感,只是迫于这种关系,让他们相处得有些尴尬。 但孤男寡女单独相处,就像是干柴烈火一般,这瞬间让他们在雪地里打起了滚。 从这以后,黑塔开始真正融入了这个家庭,他还主动背着大山去看病,虽然没有治好,但他也真的尽力了。 而云凤和他的感情也逐渐升温,两个人在一起睡的次数增加,导致大山慢慢地被冷落。 大山每次想让云凤陪他,云凤都以不舒服为借口拒绝了,可这次大山的态度很强硬,云凤无奈只能过去睡,这让黑塔生起了闷气。 隔天,就向大树发泄心中的怒火。 不一会儿,家里的大狼狗跑了过来,黑塔本以为家中有事就往家里赶去,可还没等进屋,就听见大山说他的坏话,说他就是一条狗,就是为了云凤的身子才留在这里。 说完,就开始虐待云凤,黑塔听见云凤的惨叫声,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。 他直接冲进屋里,一把将大山拽在地上,然后拿起斧子,就要砍死大山。 不是云凤拉着,估计大山早已一命呜呼。 经此一事,黑塔感觉在这儿待不下去了,他收拾好行李,就要离开这里。 云凤没有挽留,还要送一送黑塔。 可这下,直接让大山慌了神,他以为两人要弃他而去,吓得他直接摔倒在了地上。 随后,云凤告诉了黑塔一个好消息,他怀孕了。 是黑塔的,因为大山已经不行了,听到这个好消息,瞬间让黑塔乐开了花。 他想让云凤先给他生个女儿,然后再生个儿子。 说着说着,两个人规划好了未来的幸福生活,好像和大山一点事都没有。 然后两个人开开心心地回了家,云凤还特意炒了几个好菜,庆祝一下。 没想到,大山得知了此消息,还挺高兴。 他还替未出生的孩子切好了名字,男的叫棒锤,女的叫生花。 毕竟他是一家之主,所以生下来的孩子想随他的心。 黑塔并没有拒绝,因为他感觉只要孩子是自己的,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 很快云凤就生了,疼得他支娃乱叫,接生婆却不紧不慢,还说女人生孩子都这样。 可下一秒,云凤难产大出血,接生婆无奈,只能让他们赶紧把云凤送到真医院。 只是黑塔的钱,根本就不够手术费。 眼看就要被医生拒绝,黑塔只能跪地磕头,苦苦哀求。 医生看在他有情有义的份上,这才答应。 就这样,一转眼过了七年,生花都长大了,他管大山叫爹,还说山上的温泉水能治百病。 于是大山就想试试。 没想到,几个月过去了,奇迹竟然真的出现了。 大山竟然拄着拐杖,自己走了回来。 这让云凤又惊又喜,他怎么也没想到大山有一天还能站起来。 只是黑塔心里却不是个滋味,因为大山好了,就意味着他要离开了。 晚上,云凤边框一直边到深夜,两个大男人就在一旁抽着闷烟,抹不出声,好像都在等待着什么。 最后,黑塔终于忍不住了,就让生花和自己睡北炕,让云凤和大山睡南炕。 大山听到这话,开心得不得了,可云凤感觉自己就像是一盘菜, 让他们让来让去。 云凤一生气,抱起被子就要去仓房睡。 黑塔只能前去劝说,让云凤和大山睡,反正他大病出狱,什么也干不了。 云凤这才勉强答应。 没想到,大山的病一好,浑身上下都恢复了正常。 听着隔壁的羞羞声,让黑塔再也无法入睡。 没过几天,国家就出台了新政策,开始实行一夫一妻治。 这也注定黑塔和大山必须要离开一个。 云凤也为此犯了仇,一边是原配,一边是他深爱的人,但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 于是两个大男人先弹了牌,大山就想快刀斩乱马,意思就是想羡慕杀驴。 可黑塔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善罢甘休? 他认为这是三个人的事情,就让云凤做决定。 云凤感觉,一个女人身子能分给两个男人,但兴奋不成两半,所以他决定和黑塔惊身出户。 可大山却心有不甘,于是他把生花藏了起来,这让黑塔感觉,只要自己在这儿一天,这个家就不得安宁。 他抱起被子就要走,云凤拼命阻拦,说大山能拦住他的人,但永远拦不住他的心。 这些话,都让在外面的大山听得是一清二楚。 他感觉云凤心已决,再怎么做也是无济于事。 最后他把生花还给了他们,决定成全他们,自己则独自离去。 其实真正爱过的人,即使做不成夫妻,能守着一份记忆,也可以温暖一生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,不见不散。